你好奇吗?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谈论加密货币? 甚至什么是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什么能够使你发送或接收一种数字财产? 或者只是存储和分享它而不需要涉及任何银行或服务商? 但是,有这样的货币吗? 能够完全匿名地处理一个支付? 是的,它就是Cloak Cloak Coin是一种采用POSA3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基于权益证明 使用权益证明每个币持有者收到6%年利息 根据它持有币的总量 尽管派息Cloak Coin的交易是在网络上确认的 并且同时保存在Cloak网络中 与工作量证明不同 权益证明节省大量的挖矿计算机电能 看看权益证明的好处 一年6%的利息持有币 Cloak Coin有一个持久的去中心化网络 节省了巨量的能源 具体什么是Cloak Coin的POSA3? POSA3代表匿名的权益证明 版本3 POSA3和Cloak Shield一起工作 为了额外的保护Cloak风落 Cloak Shield是一种全新的安全的保障 Cloak 网络的基础设施 Cloak Shield使用ECD Edge 迪菲赫尔曼椭圆曲线 它是一种一名密钥协议 它允许两方各自拥有一个椭圆曲线 共有私有密钥队 在不安全的通道上去建立一个共享的秘密 并且共开绘画密钥以进行交流 在Cloak 网络上是私密的安全的 当然需要有一个有余额的钱包 例如 Alice 想要匿名发送币给Bob 使用Cloak Coin POSA3 这个系统允许每个持币者也可以称为Cloaker 宣布它是一个混合器节点 这样可以提供去中心化的匿名系统 一旦一个POSA3交易由Alice发出 钱包将连接它与这些网络参与者 因此相关的参与者可以帮助Alice 掩护它的交易 POSA3的过程已经被仔细地设计 为了保护每个参与者的身份 参与者的交流是通过一个加密的通道 为了处理这个交易 并且之后发送它给接收者Bob 那边接收者Bob收到匿名的加密支付 除了提供端对端加密 POSA3也确保高的数据完整性 交易甚至不会出现在区块链中 这是高级的匿名 保证不能被追踪以及全部的隐私 一个对持币者的好消息 谁使他自己用于帮助一个POSA3交易 会收到一个奖励 占交易价值的1.8% POSA3功能没有主节点 每个持币者都可以作为混合器 这是无需信任的 这意味着不需要信任第三方的介入 随着活跃的开发和增长的社区 ClockCoin等待着一个有前途的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